虽然蜀国有很多知名将领和军事 但最缺人才的还是蜀国 三国后期如果不是蜀国无人可用 说不定还能再挣扎一下 对于刘备来说之前也有错杀过几位人才 其中刘章的手下张任就是其中一位 张任也算是一员猛将 但是不愿追随刘备 而刘备在用人上也不拿手 也没耐心俘获张任的信任 可能这给后期的蜀国带来很大的影响 刘备一生跌宕起伏 前期失败大于成功 基本上是在实力派诸侯的夹缝中求生存 好不容易逃千三让徐州 却被吕布和袁树围追堵截 最后徐州落入曹操之手 直到投奔刘表后 才过上几年安稳日子 赤壁之战给了他机会 刘备成乱谋取了武林 长沙 贵阳 林林 京南 四郡 从此有了立足之地 其后更是凭此西许西川 夺得益州和汉中之地 可惜刘备却在他事业最巅峰的时刻 一下子几乎跌到了谷底 先是荆州被孙权夺去 关羽被杀 然后刘备法务又在宜林 遭遇他人生最大的失败 自己也在落寞中 带着遗憾和不甘离世而去 纵观刘备一生 他有过得意之作 也有过失败之举 杀过人 也错过不少名将 比如太史词和田玉 但是刘备也许自己都不知道 他这一生最大的败笔 就是错杀了一位名将 如果刘备收服了此人 无论是在日后的汉中之战 还是法务之战中 刘备人手调配至少不会捉襟见肘 而会从容很多 如此一挨法务的结果 有可能会大大的不同 此人就是蜀中第一名将张任 刘备受刘张的邀请 带黄中卫言和庞统西进西川 后来两人闹翻兵戎相见 开始刘备很顺利 直到遇见了张任 张任给刘备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 不仅庞统死于落线 就连刘备自己也数次被张任击败而进退不得 无奈之下只得让诸葛亮把荆州交给关羽一人镇守 诸葛亮则和张飞赵云率领大军前来支援 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诸葛亮前来 刘备很可能会被张任堵在落线不能前进 即便是刘备和诸葛亮和兵一处 但是生情张任也是花了他们相当大的心思和精力 当时刘备手下最厉害的几员大将关羽 张飞、赵云、黄忠、魏延等人除了关羽在荆州没来之外 诸葛亮把张飞、赵云、黄忠 魏延四人全派了上去层层设服 才擒获了张任 可见张任的能力非常出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张任的综合能力在刘备麾下众将中 估计和关羽不相上下 而在众人之上 这样一位难得的能力 全面的大将之才 却是一位忠心不二的忠义之人 因为他忠于刘张不愿投降被刘备所杀 刘备杀了张任 实在是一大败笔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下 第一 日后的五虎上将中 关羽张飞赵云算是原从之人 马超投降前是一方诸侯 黄忠是荆州出身 之所以五虎中没有一州派系 那是因为无人可居此位 但是如果张任在将会大大不同 刘备出于平衡的需要 一定会给予张任和五虎同样的地位 这样一来 蜀汉就不是五虎上将 而是六虎上将了 第二 刘备有两大防线 一个是荆州由关羽镇守 一个是汉州 刘备选了魏延镇守 这个选择没错 蜀汉能力最全面的当属 关羽和魏延二人 但是如果张任在的话 至少他的能力不会在魏延之下 刘备法五的时候就能多个选择 要么张任镇守汉中 魏延随行 要么魏延守汉中 张任随行 又或者是张任守江州 赵云随行 总之张任魏延赵云三人一定可以 腾出一个人来随同刘备法五 从当时的情形来分析的话 估计是张任或魏延随行的可能性最大 有张任或魏延两位大将之 才随同刘备一起法五 刘备一些战术上的明显事物当不会再办 如此一来 何仇不能击败孙权 第三 有张任在 日后诸葛亮有他相助 也不至于无人可用 有张任和魏延两位名将在 蜀汉的日子应该会好过很多 虽然说庞同死于张任之手 但是刘备也不是非杀张任不可 至少他可以先把张任关押起来 等刘备打下成都之后 那时情形和情注张任时又有不同 何况刘章投降 可以由刘章出面劝说张任投降应该不是难事吧 如此一来 刘备很有可能可以得到这原虎将 刘备错失张任实在是替他可惜 改变的事 二 二 二 感谢观看